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关于商务部通知希望大家多存点萝卜白菜土豆之类的事情 昨天啊我就应该说 昨天帮我摄像的这个小伙子小超22岁 他比我敏感 他说司马老师应该讲讲这个问题 我说这还用讲吗 这去商务部通知 家里边储点大白菜萝卜土豆 现在这个季节 我说这不至于吧 结果昨天晚上我一看 铺天盖地 大家都在说 商务部的通知和这个武统台湾 有切磋万里林 好多人私信 我说司马老师到底怎么回事 打不打 咱们打不打 什么时候打 咱们要不要存那个发电机 还有一个人居然告诉我 说在大兴他一个朋友那儿 存了一些小型发电机 怎么怎么便宜 性能怎么怎么优越 说像你们家应该存一个 我说我们家用的发电机吗 他说那你们北京东城区的楼鼓箱 那院子里边 要是有一个 万一有事 总而言之 这事啊 不说不行了 关于商务部鼓励大家 家庭储存物资 引发武统猜想的问题 我看了看呀 我跟有些同志的想法还真不太一样 简单说 几点看吧 第一点我认为这事啊 不要光注意谣言满天飞 不要光注意人民群众联想的特别强烈 要从正面来理解 与其说反应的是一种社会的焦虑 不如说反应的是一种呢 昂然的正义 这件事说明什么呀 为什么和武统台湾联系起来了 全国人民迫切希望 我正义之师一举拿下台湾岛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对不对 割掉这个多年的流子 70多年了 1949年就应该打过去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一直熬到现在 解决那几个小岛上的武装割据问题 这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复兴 这才能为我们的民族复兴奠定基础 大家说这是不是主流民意呀 你们老百姓答不答 十四亿人异口同声 答 肯定是这种 对不对 这主流民意必须看到这一点 凡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在谣言里挑着剪着 批摇摇摇摇摇摇 当然工作该做 但没看到主流 没看到光明 没看到全体人民的意志 没看到老百姓 为什么把这事联系起来了 我认为这是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第二观点 我觉得有关方面 有关人士 有关同志 应该认真检讨自己 这事不是写公文引起来的吗 不是商务部发了个公文吗 我呀 我写过很多年的公文 写公文这事啊 说来容易 不就是上面有政策 下边情况 往一块凑一凑 逻辑出口 一二三四 完了 不要你多发挥啊 我曾经有几期三期还是两期专门谈到毛主席怎么写公文 毛主席在公文写作方面下了功夫的毛主席的文章 想到在武统这样一个声浪当中这件事可能会引发联想 那么我们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刻意需要这种联想的话 那就应该交代的特别清楚 而不是说我说清楚了 你说的清楚不清楚 那要看老百姓能不能理解的清楚 会不会产生歧异 这句话得罪商务部的同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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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还想说观点 叫做解铃还需吸铃人呢 商务部既然是你的公文引发了这么大的误差 或者说这个误差稍稍有那么一点大 商务部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出来解释啊 你这里面这两句容易引起别人联想的话 你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这么写啊 如果不涉及保密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 你把文件起草的那个办事员的一稿 处长的二稿 局长的三稿 最后 封管副部长那个签发的定稿 你如果不涉及保密 你叫老百姓看一看呗 老百姓一看就明白了 哦 原来是对小区临时封控啊 原来是针对疫情散点的多发的莫名其妙 一股子一股子一杆子一杆子东西 一狼腿西一棒子 我可能带来的生活不变呢 哦 原来是秋冬季节呀 这个时候耐储藏的蔬菜 储存一些本来就是北方的习惯 如此这般不就完了吗 要相信 要相信老百姓 要相信老百姓啊 对你的坦诚的 坦白的文字 是有辨识能力的 我还想说一条 第四条 毫无疑问 有人出于流量方面考虑 故意胡乱解读 对这类人呢 应该纠正 现在也是纠正 在辟谣 但是应该有针对性的纠正 你说有人乱带节奏 谁呀 如果是司马南 那就把司马南滴露出来 如果是张三 滴露张三 李四滴露李四 王五就滴露王五 把他滴露出来 然后让他做一番检讨 说司马南啊 张三啊 李四啊 你为什么为了流量 不顾及商务部文件的本意 故意把水搅混呢 你当时怎么想的 滴露耳朵叫他讲 针对性很重要 对吧 这样的说服力 要好过空泛的议论 屁谣 大家不要乱联想 大家联系过分了 大家不要 没有用的 你满村乱跑 敲这个破罗 说不要相信谣言 不要相信谣言 你不如我把王二滴露出来 王二 你说那句话怎么回事 你把王二滴露出来 这个效果要好于 你前面拿着破罗满村跑 说屁谣啊 屁谣啊 老百姓听了不解究竟啊 我是不是还可以说第五条 我的意见是 对那些拼凑来的 似是而非的 所谓大陆要武统台湾的事实 我们也得具体对待 比方说 这两天有人发给我一口咬定 说济南 还有什么几个省 人房战备应急包都已经发放了 斯文老师 这真的呀 这种事 不了解情况吧 这种事 我们必须跟蜡比星讲清楚 他人房部门 他这个日常性的工作 就干这个的 惯例如此 年年如此 今年没有特殊安排 对吧 那个东西怎么能作为 我们这两天就要动手打台湾的证据呢 它根本不是证据 是人房部的工作习惯 人房部你赶紧出来呀 人房部门这么多年 都没大有人注意你们的工作 你们趁机会介绍一下你们的工作吗 常备不屑 保持这么一种机制 一旦有事的时候 这个工作就可以循例来进行 每年如此 人房部门同志出来讲试一下 不就完了吗 根本就不是这两天要打台湾 所以你们才发这个机久包 机久包你们年年都拿出来发 去年发的机久包 今天发的机久包 其实是一样的 我又想一条 第六条 第六条比较重要 假如真的打台湾 动手在即 假如现在就开始做战备动员 那也轮不到商务部啊 对不对 也轮不到什么人房部门呀 轮不到商务部 人房部门发什么通知啊 下什么毛毛雨了 商务部不是干这个活的 知道吧 叫商务部来发战备动员 悄悄的告诉老百姓家里屯东西 说要打仗了 这完全不合规矩 没有这个道理 师父家们各位啊 我40年前我就在商务部当差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公务员 那时候叫商业部 商业部后来跟外贸部合并了 变成了今天的这个商务部 商务部是干啥的 我自信我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 对不对 说完了六条 我再说一条第七条 第七条 毫无疑问 蔡英文者之流正在为武统台湾创造条件 今天早上跟蔡英文又换上一身这个迷彩服 小凡蛋背心穿里边 想要有点鼓呢 还紧身小凡蛋背心 下面还穿了一个路战靴 他喜欢打扮着德性出来 干嘛呢 肯定是为 我们武统台湾创造条件呢 他很努力啊 武统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选项之一 现在呢 他的优先等级正在往前排 正在不断提高 果真一声令下 假如真打 果真一声令下 不就欠给一声令下吗 顺时夺取制空权制海权 拿下台湾 那是一小时来记的 是吧 灭掉台军主力 那是一小时来记 当场就打雅特一架飞机起不来 那是一小时来记的 几小时之后 乃至完全控制台湾 如此霹雳手段 地动也山摇也 必也速战速决 哪会拖泥带水啊 哪会拖泥带水 到全国拉北京 囤东西备战 不是这个概念 台湾要打 那是一场全新的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了解放台湾 已经准备了70多年了 而且战争形势 如果开始 大家都有机会见证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 如果真到了武统那一步 那种战法 那一定是全新的战法 电磁屏蔽 粒子树武器 对吧 高超音速武器 东方21D 东方21D 打台军用不着 那打航母的 一打一个准啊 2015年就一打一个准啊 所以我看美金的报告 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 对我们东方21D 那是忌惮有加呀 现在已经大陆有这种武器了 第一岛链之内根本就没有便宜可占 打台军用不着东方21D 我们那个前期三弹道 那个打水漂一样的 那个东方17也用不着 我们那个中国大陆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个火箭炮 越过台湾海峡 那世界上最大威力的 射程最长的火箭炮 而且弹头带精确制导的 哎 小鹰呢 弹头制导 找小鹰 找小鹰 小鹰没找着 有个光头 哇 你是蔡英文的 那个弹头直接过去 炸你的脑门呢 蔡英 苏贞昌这个人有意思 他特别逗 说我拿个罩吧 要炸你的脑到最后一刻 你哈利波特啊 你哈利波特 你以为你哈利波特 你会飞呀 好 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火箭炮 末端精确制导 专门炸你的亮脑门 真打起仗来 那个这个战法 和以前我们所理解 那个战争不太一样 所以呢 商务部通知你们家村白 和这个什么武统台湾 没关系 环球时报老胡说了 他他他他他他他 他不相信国家 会在这个时候 通过商务部一个通知 对外释放 民间要抓紧备战的旗号 老胡说他不信 在老胡看来 说加强什么抵御啊 缓冲季节性啊 以及呢 包括疫情在内的 这种灾害造成的 供应紧张的 常备能力 才是商务部写下 这个话的本意 老胡人家是 人民日报的 人民日报的 中管干部 高级干部 所以他文章 都写得比较严谨 跟我们老百姓 说废话的这种 自媒体节目不一样 但是老胡在这个问题 的观点 我是同意的 商务部啊 我以商务部的老同志的身份 我想跟现在写公文的小同志 说句贴心的话 实在话 这算以老卖老啊 商业部的不发文 商务部的不发文 我们都是写过的 局发文 没有处发文 都是局发文 或者是不发文 有的不发文 国务院主管负责同志签了以后 那就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的文件 现在啊 商务部写公文的小同志啊 当然了 水平渐长 但是你写的这个东西 能让人家挑出来加以发挥 你需要检讨一下 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意思需要全国人民来猜 需要老胡同志来做解读 你这事是不是需要 值得回头总结一下自己的工作呀 建议商务部党组开会的时候 议一下这事 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嘛 你把这个商务部自成立以来 引发社会反响最大的文件 仔细推敲一番 第一肯定成绩 那成绩就是别以为 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别拿我们商业部的文件 不当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文件 现在随便发一个两句话 就可以引发地动山摇的 铺天盖地的联想 可见我们商务部工作很重要啊 焉能不认真对待之 这个既然是这样 那就需要仔细推翻 你看看咱商务部的文件呀 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呀 好不好 不要把功夫都浪费在追查 什么谣言上 谣言四起也是需要条件的 谣言四起需要条件的 谣言四起 有的人是居心叵措 有的人呢 还是正义感爆棚 正义感爆棚 也可能会歪曲事情的本意 所以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从大姐看 从总结工作自己的 总结自己工作入手 还有台湾武统问题 这也不是攻卷来风 但是什么时候打 那是我们只待一声令下 那不是我们能够决定 也不是我们能够预判的 是是是 我当然注意到了 我当然注意到了 商务部有个辟谣通知 不过他那个辟谣啊 辟谣比较逗 商务部消费 消费司 我看朱小梁出来讲话了 朱小梁同志 朱小梁小同志 出来讲了 他讲的话 本来老百姓那个联想啊 是你叫我们存大白菜 存土豆 存萝卜 储存这个东西 跟打台湾有没有关系 朱小梁同志 应该就这个事解释 对不对 我们这朱司长上了一通说 我们的东西有很多 我们的供应充足 人家叫你解释 这事儿 你吧 到那边去解释 哎 你说是他 理解错了 不了解社情民意 还是 商务部现在的领导通知 人家站位比较高 咱们老百姓不理解 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 是完全有的 我们的朱司长表示说 从目前情况来看 各地的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供应应该完全有保障 商务部专门发了通知 目的在于敦促各地严格落实 菜篮子市场负责制 指导商贸流通企业 加强货源组织 上衔接呢 这个产销 然后呢 提前呢 储备耐储蔬菜 与基地签订蔬菜供货协议 哇 什么意思 大家听明白没有 过去我们在部里工作的时候 我们有专门封管蔬菜的那个司 副食品司局 叫副食品局 我的同班同学 王瑞峰就在那个司里边 当个小同目 那里面还有其他一些业务司局 我们叫他们叫业务老子 他说话 一说就是业务 一说就是产生衔衔接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副食品 什么调味品 什么 他那个材料里面满都是这种东西 好不好 好 专业不专业 专业 但是有没有走题的可能性 老百姓问的是你的文件里边啊 写的那个储存东西的事啊 大白色胡萝卜 白菜土豆 这晚上叫老百姓存一存 这事跟武统台湾有关系没有 说话就那么金贵吗 你就说没别的意思不就完了吗 和那事没关系不就完了吗 当然也有人说斯满安你不能南卫现在商务部的司长 他怎么敢说有关系没关系啊 说起来这份就搞得比较复杂 现在疫情还真是多发 散点透视 东一浪都吸一棒子 东一个吸一个 抽不冷子从哪就冒出来了 最近北京西北黑龙江若冈地方疫情 现在成为有散点多发的态势 这是自南京路口机场内部的疫情 波及到14个省市以来 这一次情况算是比较严重 但是中南山说了 一个月之内可以搞定 我们有多次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 我们那个姓孙的老姐姐还没出马呢 姓孙的老姐姐一出马 老将出马一个钉俩 不是一个钉俩 老姐姐一出马 这事就搞定了 所以中国目前的精准防控的清明的政策 有人一再说不应该这么着 那是你的理解 如果按照美国今天这种情况 中国如果不坚持清明这种政策 美国死四千万人吧 四千多万人吧 不 感染七十多 死七十多万人吧 感染四千多万人吧 要按照这个比例 美国 中国的人考试美国四倍 想想中国什么情况 更可怕的是 中国的这种的医疗储备啊 中国的医疗资源 没法跟美国比 那样医疗资源一崩溃 医疗 医院 根本应接不下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变成了一场这个灾难了 美国人你愿意这么做 那我们 我们 我们同情那些死难的老百姓 当然我们管不了 但是中国现在的防疫政策 还是符合中国国庆的 所以 这一次 关于那商务部的这个 要大家储存点这个物资的这种通知啊 核心的意思 还是关于疫情 我的解读 跟武统台湾 确实没有直接关系 敬请大家在这个事情上放心 有人 有人就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我现在 我今天早上 我在路上 我还看着个手机 我的一个过去 我在商业部的老同事 两口子 一本正经 跟我说 哎 你透个底 你透个底 我透什么底啊 我透什么底 你太抬举我了 告诉各位 如果真武统台湾 那一定是突然之间地动山摇 商务部不见得知道这事 行了 就说到这 感谢收看 再见